在这里 所以它在最后一段 第24页 最后一段 它有这样子写 当之有是通达空性圣境方便 有是修天仪加之分 此应此为恶要之意 它这一段最主要的意义 或者它谈论了这么多 最主要就是讲到 修这个天仪加这一部分 是一种通达空性圣境方便的方法 我发觉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 里面它谈一个事情 都谈得很详细 那么这个修行天仪加法 大概也就只有这个师尊 本人比较清楚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本身来讲起来根源在于我 以前好像是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马哈双连持的这种境界 这个境界里面本身是一个如来的境界 也是一个活菩萨的境界 但是要当要降生的时候啊 是在天河圣井处 来到了天河圣井处 天河圣井处的地方就是属于诸天部 应该是属于 应该是属于诸天部 那么天河圣井处的地方是诸天部的话就有天色身 那么再由天色身转世到沙佛世界 所以经过了几个层次 就是佛 那么菩萨 那么到天 再到沙佛世界 这样子几个层次下来 所以修行的几个层次 也可以讲沙佛世界 天宜家 菩萨 道 佛 都可以的 这样子做 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中哥巴祖师的这个 他的论啊 跟我本身的这个想法 就是不谋而合 他强盗是强调啊 强调 不是强盗 强盗的英文叫做 Rubble Rubble 对不对 我为什么记得这句英文呢 因为以前我一个弟子叫做Rubble 我都叫Rubble 奇怪Rubble就是强盗 对不对 Rubble是不是强盗 我知道Parl是海盗 Rubble是强盗 Rubble 对不对 可能我还不怀音 没有表准 所以你都没有怀音 Rubble 我知道Parl是海盗 Rubble是强盗 所以佛法里面的这个修行啊 是有很多的方法 导不一定说一定要 一个法 好像是一种方法 就是这种方法 因为你知道那个像佛教里面有十三宗 那么十三宗就等于十三种方法 都不一样的 你单单讲那个中观 中观派跟为士派 一个是讲士 而言而彼得生意 那么在罪生意识 圣生意识 一直到这个阿赖亚士 那么密教里面还有第九室 这个讲为士 讲中观的 空甲中三观 又不偏于空 又不偏于甲 讲中观的 这就是一种修行的一种方法 那么又讲念佛的 讲三论的 那么讲很多种很多种的方法 密教有密教的方法 所以当然每一种都是成佛的方法 但是你不可以说你修了这一种 你就是批评第二种 那么你修了 好像是说这个天仪家 那么你就批评别的 那别的来批评天仪家 也是不可以的 一样的这个道理 那我们修行应该要这样子做 也就是说 按照这个祖师所传下的方法 而且师尊本身的修行 他实修的一种过程 那么再教导大家 大家依照祖师所走过的路 这样子比较好 好一点 不用自己去摸索 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们来给美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